妻子想不明白 仅仅聊了三天的网友 为何就能取代 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位置 她每天辛苦工作 努力攒钱 跟丈夫在外吃顿饭 都要再三考虑 而丈夫对所谓的网友 却表现大方 这让她实在无法接受 坚持离婚 难道丈夫出现 此次聊天事件 只是有无人现象吗 出现这样的事情 妻子有没有过子 咱们夫妻这两个人 都犯了同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位先生实话实说 从开场到现在 您的里头很多屁漏 全在这儿漏着 妻子呢 刚才大家都在向着您 说丈夫 这回我说说您两句 您也得听着好不好 一个正常的人 在网上正常的沟通 他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您说您没事勾搭他干嘛 我不是逗他 是那什么他 我是要按查他 也就是说您用那种挑逗性的 语言逗他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回答您 他依然严慈地说 我告诉您 我是有家事的 你不要再跟我这儿 这儿跟那个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舒服 那当然了 结果他是不是 已经在你预料当中 他没有怎么做 上钩了 对啊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叫钓鱼 您把它钓起来了 打您一上台 其实我给您的定义 您跟我们主持人说过 几句话以后 我就知道您是一个特别没有情趣的女人 对 因为做一个正常的男人是这样 夫妻之间如果真的特别和谐 关系很好的话 谁都不想插进来 因为我没有那功夫跟别人去斗 跟我媳妇还没斗够呢 他想跟您斗 您不跟他斗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有情趣的男人 他想对人发泄 他自己对别人的爱 其实我这一段话 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站在您这边 然后告诉先生 妻子想要什么 要的是忠诚 我站在丈夫面前 想告诉您要的是什么 情趣 咱们做妻子应该理解 然后咱们应该适当地给他 是吧 安妮老师 我看您笑半天 如果两个人真的是没有爱了 就像刘老师说的 马上离婚算了 马上切断关系 他们还在纠缠 在这个矛盾当中 就说明了他们的爱很深 纠缠得越深 他们的爱就越深 他们两个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那边一上场 我们这儿哈哈大笑 您一说话 我们大家都不太吭声 发现了吗 你们俩性格不同 他喜欢群体生活 护士啊 什么医生啊 大家的饭我来买啊 你看我跟陌生人聊天啊 他喜欢群体的社会性生活 而您的工作呢 就是在一个小家庭里 几个人 社交特别少 所以你们呢 都因为各自忙各自的工作 都在这个生存层面上奋斗 所以你们没法去顾及 对方的这个感受 也没法用婚姻温暖自己 和温暖对方 人来这儿也不容易 咱们组织一个家庭 肯定过 咱们有小孩 那你以后让我 你拿什么让我相信 咱们有小孩 我们下旁边的家庭 你不必须